亲自视察新型导弹升空 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露出灿烂的笑容 看来对他指导研发的成果相当满意 北朝鲜国营媒体报道 平壤日前成功发射了潜射弹道飞弹 但究竟是真是假也引发了各界争论 有官员认为这只是个模拟射击 照片甚至是经过电脑后制处理 战略专家费雪认为 从照片看来飞弹试射应该属实 或许这回的实际情况 和北朝鲜所宣称的有段差距 但发展出能搭载核子弹头的飞弹 只是早晚的问题 好 去不成俄罗斯看阅兵 就留在家里射飞弹吗 特别还是所谓的潜射飞弹 还是从水里面射出来的飞弹 会让人不禁好奇 北朝鲜是真的有这么强大的军事实力 还是呢 有点夸张了一点 怎么突然间进步这么快呢 面对全世界都有这样质疑的声浪 夏伟哥怎么看这个照片 说真的 这次这个北韩成功试射飞弹 还真的让大家吓一跳 吓一跳 为什么 因为其实目前这个世界上来讲 有能力从水底下发射飞弹出来 而且还是弹道飞弹的国家 其实真的是寥寥可数 中国大陆 美国 俄罗斯 然后英国 法国 你讲的都是世界大国 是的 是的 而且当然现在我们看 像南亚的 印度有可能 因为他们也想要弄 有传言就是了 有传言 但是说真的 这样把它做出来的国家还真的不多 目前大概就知道世界上有五个 这次成功了 但是说真的 这个照片看起来实在很像PS的 你就感觉你眼里看都觉得有点怪怪 对 因为你知道 那个前射弹道飞弹 它其实本身复杂度相当的高 你首先你那个飞弹要先装在前舰里面 然后这个前舰它其实难是难在哪里 它还不能直接在水底下就点火 让它就这样飞出去 它飞弹要装在一个囊里面 你看它这个地方一个连续图 它从那个囊里面它底下先要有一个什么呢 压缩空气把它顶出来 然后这个压缩空气要把它顶出来之后 那个打开整个顶到一个深度 通常是在水平面底下 大概10公尺左右或15公尺左右 那个一个深度以后 这个时候呢 它原本把它顶出来的 用这个压缩空气顶出来这个部分脱离 然后才开始点火 而且通常这个点火的部分 会离到那个水线 其实已经很接近了 所以今天北韩他们居然说他们可以做出这种前射 它试射说成功啊 对 但是我说那个图片看起来很PS的感觉嘛 而且那个金正恩大将军就站这么近的地方 看这个飞弹射啊 这么有信心啊 你看像美国我们知道 它在1989年试射那个三叉戟 就取得那个飞弹的时候发生一件事 它飞弹发射出来以后 它出来的确成功点火了 但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回事吗 发生什么回事 然后整个飞弹会咻咻咻咻 碰 就炸啦 对 如果你那个金正恩 站这个距离这么近的话 然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世界上很多国家就要觉得很轻松啦 真的啊 因为是很危险的就是 因为他根本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成功嘛 对 而且像以前美国的那个甘乃迪总统 曾经视察过 真的看过美军的那个打那个北极星的飞弹 它那个距离很远啊 那个甘乃迪还要拿个望远镜远远的看 为什么 因为说真的 如果你试射的话就代表你今天 你可能是第一次或第二次或试射对不对 你可能本身的技术真的还不见得纯熟 甚至于我们刚刚讲的 连美国这种超级强国啊 从前舰发射弹道飞弹 都有发生这样咻咻咻 超级大冲天炮的时候 那你说金正恩站那么近 行吗 我个人觉得这个很危险 觉得很怀疑就是了 对 然后但是啊 这一次他发射前舰 那个发射这个飞弹这个前舰 说真的 还真的很让人很意外 你知道吗 我们来看 这边我们现在有那个 在网络上有找到一些图片 它这个叫做simple级的这个前舰 当然这个地方是一个想象图 它的想象就是说这个simple前舰 它从水底下 它的这个飞弹装在哪里了 它其实也不多 它一艘前舰只能装两颗 然后两颗就装在这个 前舰的繁罩内 因为其实像中国大陆 他们过去用那个 威士忌级的那个前舰 或罗米尔级的前舰 改装的那种弹道飞弹的 这个测试件 其实也是用这样一个方式 它在那个繁罩里面装上这个飞弹 然后飞弹发射桶油 进入它里面那个压力壳的部分 因为它这个前舰本身也不会很大 然后它就用这样从这个地方 就进行我们刚刚所讲的程序 用压缩空气把它顶出去以后 然后把它那个在突出水面再发射 然后接下来你看这张图片 这个可能就是 它这个simple级的这个前舰的想象图 它这个前舰其实说真的不大 然后我们刚刚讲到 这边两颗飞弹 两颗飞弹在这里 在这个位置 它是一艘很小的这种前舰 我估计它的这个盾位 大概以北韩来说 了不起大概这个应该是 大概3000吨上下的这个前舰 3000吨上下级的前舰 它说你看 它这个地方就大载两颗 对 大载两颗就满了 对啊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讲到 而且最主要是这个飞弹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它看起来像PS的 像这个Photoshop做出来的 因为你看它那个飞弹本身 第一它发射出去以后 它旁边所掀起的那个浪 跟它的距离 其实比较起来讲 有点还是觉得不太成比例 虽然说我们说了 这个负责把这个照片 做出来的那个人 技术已经非常好 但是最诡异的地方是哪里 就是它飞弹发射出去以后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水面有一些反光 那个好像是反射 那个飞弹的火焰 但它那个火焰 加在那个水上面 其实加得很不自然 所以你真的怎么看 你就觉得是怪怪的 怎么看怎么怪怪 第一 你以那个距离来说 它那种事前还有一些前舰 准备要过去的这个照片 然后后面前舰浮出来的也有 越是做的 要让人家相信是真的 然后其实里面 那个可疑性就越高 它今天这个发射的那个部分 我们刚刚讲说 它从水里面 那个出水那一刹挪 其实说真的 感觉也很像是地面发射 飞弹以后 那旁边还有烟 有那个尘土 那种卷起来那种感觉 但是说真的 以目前北韩 它这样全力发射 全力发展 它后面有没有可能做得出来 说真的 我们也还是 完全不能够抱持一种 它根本做不出来 可能性是有的 但这一次我觉得 这个被伪造也就是之一 这个修图出来的可能性很高